Hello 大家好,我這幾天就放了一個小假 趁著這個國際賽期,最近有多節目 看了兩場Rubberband的演唱會 由倫敦開車上去曼市 也趁機會在曼市逛一逛去奧脫福道 在IG開了一個突發的Live 也未必大家會看的,有興趣就回去看看 但也是聊聊天,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有時間才去看 其實奧脫福現在的情況 經常都有人說有機件差 但我這次去到時又覺得好像比我想像中好 因為我十多年前去奧脫福真的很難 現在好像看到外場已經翻新了 應該都是表面上漂亮 有些網友說只是那一面就翻新了 其他地方還是殘舊 大家就看一看 有興趣就看一看 就可以看到現在奧脫福的情況 漫市的感覺給我發展是很快的 因為我上一次是十幾年前去的 現在看上去就 電車的圖案已經廣告了很多 那些路就新淨一些 那些樓價越來越多 很高樓大廈 看上去就真的是 十年去一次就是另一個地方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快點去 如果不是新老闆來了 就...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重建球場 還是起過一個新 如果起過一個新 你一輩子都沒有機會看到奧脫福 所以如果外地的網友有機會 你就真的快點來 近幾天在我放假的時候 當然我都不是完全休息的 大家看到我在車上 那些我都會做事 一直都有看過消息 非常之多轉會的消息出來了 多數都是這樣 國際賽期間 記者又會有空一點 球會的高層教練也會有空一點 球探物都會出去了 然後就有很多消息都會報導 相信各大球會 其實都在部署下季轉會 萬聯應該都不會是例外來的 我亦都除了講轉會 亦都會討論一下兩個大球會 即是熱刺和巴尼姆尼克的炒教練的事件 因為就跟萬聯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都會看看有什麼影響 當然就會有國際賽期間球員的一些表現的分析 我們就逐用去看看 首先看看萬聯球員在國際賽的表現 整體上算是出色的 這一次的國際賽 我們很多球員都有入球 或者是有助攻 所以其實都不錯 我相信士氣回來也會維持得不錯 包括麥湯 他對著作客的主場 對著賽普魯斯 他打後備的 麥湯如果他回到國家隊也打後備 我想對他自己來說 下季走的慾望應該會比較大 之前一隻一萬聯浮浮沉沉沉 但是他又爭氣 後備六十多分鐘進來 就進了兩球 好球 其中一球其實都挺漂亮的 就是拿球進去 打兩下然後就抽 都有一些前鋒的影子 所以見到呢 有些網友都討論 其實他的把握力 還有點機會好過魏河斯 魏河斯經常覺得他進入禁區 就很困 麥湯進入禁區 就特別清醒 因為他在中場 我們就會覺得他脫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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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過去兩季 有些時候在個別場次要入籃球 殺入禁區、落底、搶點 譬如最近韋賀斯進入的那球球 第二球撿雞其實就是蜜湯攝上來 一攝上來,然後帕利斯力傳給他 他又可以做到一個tap in中籠 所以其實他始終我覺得 可能小時候他打開前鋒 有些前鋒在禁區裡面的臭角 有射術的 如果真的韋賀斯不買斷的話 高層或者聽說他的能力真的不夠 可以用蜜湯當成韋賀斯的角色去用 其實韋賀斯現在都經常拖回來後場 沒有前鋒 就頂著複仔在左邊 但又被他打到中間頂著最前的位置 其實蜜湯打回今年下半季韋賀斯的位置 可能是一個出路 因為根本他整個身體高度 橫的程度、力量 他不會差到韋賀斯 其實他都很勤力 蜜湯都可以做到前場的迫搶 我想他要做的吧 他真的未必會做得比韋賀斯差 所以就看一聽黑怎麼想 韋賀斯當然我很喜歡他的態度 但最近他這場的國際賽 打了兩場球 一場後備進來 另一場呢 他又有幾個機會吃不到 我看了精華都很難看 所以其實在荷蘭國家隊的把握力都一樣 很頑皮 看看麥湯是怎樣的 因為4月初 我們中場是缺人的 因為艾力神還沒得 卡斯米露停賽 他是會有機會繼續打多幾場的正選 他現在有狀態 又入球又有信心 對於曼聯 我們4月回來的賽程其實都相當重要 巴西那邊就爆冷輸了給摩納哥 摩納哥就大家都看到 摩洛哥 打錯了 摩洛哥 看到他世界的杯旗是有能力的 入得到四強八強 一定是有些料到 但是 巴西輸給他 我之前說過給大家聽 巴西這次選了很多年輕人進去 有一部分的年紀大一點的主力 就沒有選 但是卡斯米露就有入選 因為他就是當紅的巴西新隊長 沒有理由不選他 他也入了一球球 所以他的狀態也不錯 他做巴西隊長 其實對曼聯 我相信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他 其實我覺得現在 在曼聯隊內 他剛剛來到 又不太懂英文 但是你看到那群球員 隊友 教練 對他也很信任 聽到 其實卡斯米露是他心目中 場上的教練 就是他跟班奴兩個 都在指導隊友 如何去 站位 一個言語不通 幾乎他不懂得說英文 他剛剛來到才剛剛學的 他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就知道他那個領袖的氣質 還有領導才能 有兩樣東西 氣質你有沒有 不是 才能你都要有 你不懂得領導也沒有用 是很足夠的 那你在巴西做了隊長 我覺得他會有 即是他有個底氣 去爭一爭下任的曼聯隊長 始終今年你不動麥加瓦而已 麥加瓦下年走的機會都很大 一走 就不是說 我相信今年你又 巴勞做了很大段時間的隊長 但始終卡斯米洛第一年來 所以難一點會直接給他 帶隊長給予章 他都有得爭一下 如果你對內投票 我覺得他未必會輸給班奴 始終葡萄牙、西班牙、巴西 這些阿根廷的球員 其實他們都是一幫人 他們本身不懂得說英文 都不會有障礙 所以那群球員可能會喜歡卡斯米洛多一點 始終他在球壇的地位 因為他比班奴和富蘭迪斯高很多 不是卡斯米洛 就是華拉尼 我覺得這兩個人在曼聯中最有資格 去做好隊長 迪基亞也有機會 但是迪基亞下年會不會留隊 合約都還未完成 所以就看看卡斯米洛有否有空 他做了巴西隊長的機會會再大一點 沙碧莎對著亞塞派的拜疆 還有奧地利 雖然他不是名義上的正隊長 正隊長是大衛阿拉巴 阿拉巴的地位比較高 但是這場是他做代隊長的 因為亞塞派傷了 所以沒有入選 但是他就梅開二道 真的很可惜 我覺得沙碧莎有點不幸 就是他來到短短兩個月 忽然間已經傷了兩次 這次在國際賽中受傷 不知道他又要傷了多久 奧地利的主教練 大家熟悉 蘭力克和蘭Sir 他已經確實了沙碧莎是有受傷 他是膝蓋過受傷 但是不知道有多嚴重 因為看到他第二場球 其實應該是有放到後備值 但是不知道他因為有傷都照擺 因為他是代隊長 就是留下支持還是什麼 但是就希望是小時 看上去就判斷不到他完全是大還是小 但是我相信下場就應該是不行的 應該要休息一下 就算是小事也應該不要這麼急 所以暫時來說 麥湯奴費特可能又要繼續正選 麥菲克加勒布奧 好像以前的中場 暫時可能4月2號 或者4月5號那場 頭兩場比賽就要是將就將就住了 好就好在 艾力臣似乎的康復都順利的 即是國際賽期間 他就復出了 以及他自己的IG都發了一些照片 發了一些正面的訊息給大家 我相信呢 他本身期望是4月中後才復出的 那可能會是早了一點都可以的 應該可能4月初就會見到他了 所以到時呢 加勒布奧復出 沙碧沙又好回來 阿力臣又好回來 中場終於在時隔都不知多少年了 終於中場萬聯會有個幸福的煩惱 有幾個好球員可以讓他選擇 那班奧就繼續累了 即是葡萄牙我都不知為什麼 即是都很少會讓他休息 那第一場球呢 其實他就幾乎都踢足了 即是去到差不多最後的幾分鐘 才是換走他 即是每個教練都很喜歡 用阿班奧反役師 所以就真的 我都不知道他能否撐下去 那第二場球呢 也算是早一點換走了他 但是還是休息一會兒 他也是正選的 所以呢 就似乎都是要繼續消耗 就是班奧反役師 我希望他回來有個好的休息 休息 休息幾天 兩場加起來都踢了一百六十幾分鐘 即是班奧真的一個鐵人 鐵到今天呢 都算是這樣 頂了大半季了 即是今年完全沒有休息 那所以呢 就聰明 所以呢 就是英超 不是英超 所以他第二場就是休息的 沒有連續踢兩場 烏克蘭那場球 他完全沒有份的 所以就可以連續休息到十天 所以回到來 應該狀態就很強 所以我希望 就梳爾會好些 荷蘭那邊 就輸了一場金的 馬來西亞和韋賀斯也有出的 第二場呢 他們又正常回 但是韋賀斯剛剛說了 有幾個好機會錯失了 所以就看起來狀態 或者腳鋒 其實就 都不是太順 而且其實荷蘭呢 第二場是對直布羅陀 大家知道直布羅陀 其實在 足球場面 都是一個非常預覽的隊 那場球 荷蘭應該要炒十球 即是平均直布羅陀 輸可能都輸六七八球 但是他們只是贏了三比零 你見到韋賀斯的問題 對著一對歐洲出名的魚腩 還要打多一個人 他們中間不知幾分鐘 是炒了一個紅牌出場的 都是贏了三比零 所以韋賀斯呢 喜歡他就喜歡他 買不買斷他呢 可能還要考慮一下 蜜湯隨時都真的不差得過去 其他球員就正常常 連迪洛夫這個瑞典隊長 有出場 安東尼也是踢後備 在巴西 達洛也有 在葡萄牙國家隊 踢正選和後備 都是輪換著 始終葡萄牙國家隊的人多 所以他也不算很累 第二場他踢足 但我相信他最近來說 他在曼聯也不在場場正選 所以體能就沒有大分別 唯獨就是我們的麥加亞隊長 那麥加亞隊長 他有踢 英格蘭兩場都打正選 他又起了一些風波 因為呢 第一場球對意大利那場 相信大家都有所疑問 就是他呢 錶 然後殺出去 他覺得自己是控球型的 技術型的後衛 引球出擊 然後交上去 一交交失了 然後被人打反擊 所以其實那球球呢 整個英格蘭的球迷圈 或者傳媒呢 其實都幾多的蝙蝠是報道的 覺得他是踢得不好 或者質疑 修夫基用他的決定 但是就 不僅 他還要跟泰晤士報 是有個訪問的 剛好在那場球之後出的 就是犯完的錯 然後再來一個訪問 而那個訪問他是不斷地 保護自己 回擊一點的批評 他就是說自己 就是最多重複 整個訪問 我看完文字稿 再看了他一段 即是現實的訪問 他是寫 或者說到 就是覺得自己完全沒有問題 覺得自己水平很好 是很高的 我是頂級後衛 Nothing to prove 是不是 沒有需要跟你證明什麼 就是你 萬聯球不是自己聽到 你都自己 真的 真的除了好笑兩個字 你低低調調 今年他打過後備 個別場次對於藥隊 杯賽 你出來踢 沒什麼所謂 他還有犯錯 但起碼 在適合的對手的水平 給你出 並沒有導致我們的球 出大問題 所以他又說 是不是 暗指萬聯不適用他 因為他就說自己收夫基 不斷用他打正選 他說 他記憶中自己沒有受傷的比賽 收夫基 長長都是放在他打正選中 他暗指 可能就是覺得坦克不識貨 或者說 我是值得打正選 他也說 自己打萬聯的正選 幾乎是全勝 他又沒有想過 那些比賽全部都是比較弱的對手 對萬城 對利物浦 對阿仙奴 有沒有一次是你的正選 或者那些大的比賽 根本都沒有你的份 他還有什麼面子 說到自己這麼不重要 說到自己這麼嚴重 其實他收口 沒什麼問題 這個 他的球場上的職業性 我覺得很高 他前兩年又說 戴著箱 幫萬聯頂 又沒有什麼負面新聞 頂盡就是上次去旅行的時候 不知道是保護自己的朋友 還是什麼 打人 那些 但其他那些 認識 或者喝酒 毒 其實所有事情都沒有 他不要發聲就可以了 但他就是要搞到自己 擺在自己的頭條 其實今年的防線 明顯是讓他有他在的時候 是要好的 就是華拉利和馬天尼斯 或者梭爾打立中堅 甚至連迪洛夫 我真的沒有覺得誰 是會被他打得差的 所以真的是 麥隊長 我覺得是 我難以自信他 為何要這個時間 要出篇這樣的 這麼大篇幅的訪問 還有我覺得他的心態 其實不是很好 你想想 他說自己 不需要證明 對吧 除非你真的是一個很厲害 即是你去到美斯斯朗 這樣的級數 美斯斯朗就說自己不需要證明 沒有人會覺得有問題 但是低一點點的球員 即是未去到那個殿堂級的階級 夏蘭特都不會這樣說話 即是麥巴比阿 尼瑪都不會這樣說 我覺得他們 都覺得自己是有東西要進步 即是一個頂級球員 就應該要有個心態 即是你知道自己厲害 那你明明每場都證明給我看 對吧 這個才是一個正確的心態 但是麥巴比阿是剛剛相反的 他就覺得自己夠好了 自己夠好 你就不會進步 就是這個心態 可能就限制了自己的發揮 你自己說話也似乎沒有用 你說自己厲害一萬次 都不及你在球場上 踢十場的好球 如果你堅持踢到十場的好球 不犯錯 不甩漏 不要斬出界 萬為自然會對你重新有喜愛 廢特也是這樣 他踢得差 以前不是被人罵 雜火 現在踢得好就少了很多 喜歡他的球迷也會多些 韋賀斯 你射不入就被人罵 但你勤力搶回兩球 一樣都會說服到球迷 所以真的希望他自己 未來這三兩個月 即是低調一點 做人都是這些 踢好球 自己用自己的實力表現 去說話 是會更加好過你自己把握 還有他講得都很清楚 這個篇幅裏面 他表達很清楚自己是要踢主力的 他覺得來到三十歲 即是不踢主力 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都宣判 季後如果真的攤牌 聽一下就跟他說 我都不打算 會給你打正選 他應該自己是會選擇來隊 所以期望 中堅位置是換血的時間就到 走一個墨加壓 是必定要買一個新的中堅 年齡結構上 都需要買一個新的年輕人 上次我介紹過一個中堅 剛好提到他 但是暫時這兩天的消息 又不是說 很確實他會有興趣 那些都似乎是吹吹水 我覺得暫時就不要說 看看之後會不會有些新的消息 先去追蹤一下 但一定是要買一個年輕的中堅 好了 我們講完 曼聯那些國際賽球員的表現 麥加亞 之後我們講 就是轉會和換稅 就是這個 拜仁和熱次 先後幾天之間 就炒教練 都是很明顯 有一定的 correlation 因為 炒江地 大家都知道現在熱次傳到出來 很明顯他們是想要拿高市民 如果沒有拿高市民 應該他們就不會這樣炒 但是他們就宣布 不會現在這一刻 去請拿高市民 但是我肯定他們已經有接觸過 或者拿高市民就不想這麼急 始終他被炒了 需要的時間去沉澱 或者一定的時間去休息 或者陪伴家人 那些 如果真的要來英國 他有些時間去準備也好 工作簽證也是 現在你搞得來 其實四月多都差不多完季了 但是 我相信 應該似乎下一個教練 拿高市民的機會挺大 除非他不接受到熱次的提供 即是沒有錢 或者給他人工不夠等等 雄心不夠 否則我相信下一個教練 已經是腹子欲出的了 我現在選了就是用助教 Stalini 這位其實本身是 乾地的長期助教 沒有用Rion Mason 這次就是之前炒教練 就用Rion Mason頂上 經典 即是Moulin奴 炒完之後 踢完賽杯決賽 就是Mason 沒有什麼特別的出色 那一季 教完之後 Mason的成績也是很一般 所以這次用了 Christine Stalini 我不知道這個教練究竟有多少 但其實今年 因為乾地膽囊發炎 做了手術也有幾場球 是缺席的 就由他帶隊 反而那幾場就幾乎贏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助教 有料 還是那些球員不喜歡乾地 所以換一換人 立刻就贏了 但至少 你看到他是有一定的調整能力 如果現在眼下沒有一個好的助教可以頂上 我想他們都不敢炒乾地 因為始終下年 你就算請拿古市民來 但今年如果你一直輸下去 連歐洲賽都沒有 歐巴或者歐協都沒有 其實下年你請哪個教練來 我想都未必肯來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可以接受的 有些信心帶來的隊 或者有一定的經驗才行 其實他就有的 的確他是 代教練來說 他算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 因為他做了很多年 光地的助教 副鏈 即他是助理管理 不是普通的教練 也曾經是短暫做過一隊 二丙的球隊的領隊 即是管理管理 他自己有經驗 也長期時間在頂級聯賽 國米、祖雲達斯 都是做副鏈 所以其實他的質素 我想這個Interim的教練 算是很高的 所以的確就是 有機會會好過乾地 你看到現在軍心換散 二次已經散了 換一換稅 其實都算是一個必須要做的決定 能力就觀察一下 其實他不能夠教好熱次 都很關鍵 曾時現在直接對手 紐卡蘇、月次、利物浦 如果他真的不行 我們就安全很多 因為現在只有兩個位置 三、四名是四隊 不過這四隊是機會最大 希望他不行 但似乎是有一定的能力 那高市民被解僱之外 除了影響熱次 都會影響我們的沙迪沙 暫時就不知道會有多大影響 因為本身 那高市民不太喜歡沙迪沙 他很明顯買了他之後 本身我不知道他們怎樣聊 但來到之後 其實中場的順位真的不高 很多時候出場都是踢右翼 甚至踢右闆 撐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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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你記得到他是他 沙迪沙不太喜歡 現在換教練 沙迪沙 沙迪沙 我會不會喜歡沙迪沙 感覺上沙迪沙 沙迪沙用的人是很靈活 他用不同類型的中場也可以 事實上沙碧莎是一個好的球員,這幾場球你都看得到 他絕對有能力做輪換中場,拜登就算他很厲害 金美治,哥利斯卡,梅斯亞娜,梅娜 但他們都打不完,所有比賽 的確,如果杜曹肯留,他肯用他 沙碧莎隨時都有意,或者有興趣回去拜登再踢 我不知道萬聯有多積極想留他 如果我們的誠意不太強,可能真的留不住 本身我覺得沙碧莎是很想留,但如果那些市民不走 根本他回拜登是沒用的,所以他想留在萬聯 但現在就有些不同了 看看我們中場真的要做多兩手準備 我想沙碧莎是計算B,你買不到好的中場 就直接叫他過來,永久轉換 但現在他也有機會走,我們就不能重蹈上年的複節 上年追阿迪莎,迪莎追到那個食相是很肉酸的 我真的不希望又來一次,我覺得現在還是很喜歡迪莎 但我個人真的不希望再追他 還不需要夠嗎? 需要一次不夠,需要兩次,真的不好 找一些真的有心理的球員,想來的 又不需要去到名氣很貴 三十萬周身,八九千萬身價,真的不需要 那有些什麼選擇呢? 這幾天正正有很多新的名字出來了 這個,大家認住這個名字 Gabriel Baker 西班牙仔來的,非常之好 我真的用了整個上午,一邊看他的數據,一邊看他的視頻 我深深被這個球員征服了 這條小朋友,並不大 因為他今年在西甲在藥隊設以達踢 三千五百萬磅的releasing clause 不是官方說出來的,但我相信都差不多了 這些小報消息是很少會作人家有releasing clause 一定是有些孔路聽得到 四千萬歐元,三千五百萬英鎊 他二十歲,今年是第一年在西甲打正選 但不是第一年在西甲打,他在十八十九歲 已經是赤爾達慢慢滲上來做輪門 今年真是擔正,必然正選 不容易,這個二十歲年輕人今年在赤爾達拿到九球三助攻 而赤爾達,其實今年是一隊很普通的球隊 即是西甲,現在是第十 但其實他們都是跌跌撞撞 今年西甲的中下游的水平都很一般 他們現在的分數距離降班區都是幾分球 大概好像英超水晶宮那樣 不是太頑皮,好像他名次一隻在中游 但輸幾場球就可以降班 所以其實在藥隊作為一個中場中 好,他有些其他比賽會打攻中 但多數在赤爾達,他們的陣容都是打中場中 即是近似一個四四二或者四四一一的陣容 那你就知道是兩隻中場,有點像修咸頓的打法 兩個中場,兩個左右翼或者左邊路的中場 這樣踢,他能夠拿到九球三助攻 是一個很高的數據 前兩季其實他連一球入球一個助攻都沒有 那麼今年是大幅度進步的 那麼他是一個什麼球員呢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網友應該都沒見過他踢球 你有興趣就上網查一下 搜尋一下或者看一兩場的赤爾達比賽 他互球的能力很高 即是能夠拿著球在中場 轉身、假身、樣子幾下過 然後可以把球推上去 這個就是近似法蘭基迪莊那種推進能力 亦都有埋門能力,軟射 或者放上去的tap in 即是中場後上那些,輝特經常做的 他亦都做得到 那麼他身高不是矮的 你以為他是這麼幼細可以擺脫的中場 多數都是摩迪那些,一米七幾 一米六幾都有,伸迪卡索蘭那些很矮的 他一米八四,看起來他身形都不錯 能夠降得住人 當然西甲的對抗性是弱一點 但是也不算太差 我相信你能看到貝迪斯 他兩個中場其實很硬 還有就是王蘇都一樣,OK的 或者幾個蘇比亞文迪 貝迪斯的,我很喜歡那個基道諾迪古斯 其實身體對抗也不太差 他其實也頂得下 差一點的就是傳送 即是還未夠火候 他看起來用球 分邊沒有問題 但有時候可能放些球 又放得不夠毒辣 或者放的時間稍微慢了些 不是很迅速 但作為一個第一季 但是踢一級聯賽西甲的球員 有這麼小 我就覺得他很有前途 即是不容易 二十歲真的不容易 很有好感 我覺得他有機會 如果他的發展好 有好的教練 或者沒有行差踏 一下去了黃馬 然後坐足三幾年的感覺 他有機會會成為一個定級中場 我覺得他的模板可以參考 就是高華碩那種 即是球球都很穩 又不是很多助攻 有時候射遠射入球 那種 其實對曼聯現在都頂得重要 因為我們不是很多中場 可以做得到殺上去 大躍波衝上去的那種作用 其實如果你喜歡發人幾滴裝的話 他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替代的人選 而且真的可以買到 因為他們的次達主席很多報道 就是說 他說得明他預料 這個Vega是會離隊的 即是他覺得自己留不住他 我預料 全歐洲很多的球會 大球會都會搶的 現在報道曼聯 是其中一間對他有興趣 甚至可能已經說到 有幾間球會已經接觸了相報價 西班牙本土的球會 絕對是會有興趣 黃馬巴賽馬蹄會 我想會搶的 英超這邊你也猜到 曼城 技術型的中場 他們需要 紐卡蘇 我們 利物浦 阿仙奴 這些前列的球隊 一定會有接觸 所以要快 真的要快 因為我們的中場 是需要一個年輕人去接班 我們的中場 OK 但是年紀真的偏大 阿力臣31 卡斯米路 31 輝特 都30 本土 其實都28 也不是年輕 最年輕的蜜湯 又不爭氣 所以買個20歲回來 跟著卡斯米路 學習 跟著阿力臣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良好的發展的土壤 如果他懂得思考的話 萬聯我們暫時不是最頂級的層級 還未去到拜仁 沙壁沙都踢不到 完全不能踢球 絕對不是 是吧 又有好的一流球員 可以教得到你 其實我自己一定會教萬聯 就算我不是萬聯粉絲 也好 這個是一個好的時間 來萬聯跟著大哥學習的 另一個中場的目標 現在存在就是 Romiel La Vie 這位 其實大家應該熟悉 就是收藍頓那位 19歲的中場 如果你有看我的直播 今年對了兩次收藍頓 其實兩次直播 我都是大讚他 這位小朋友 萬成興奮 今年加盟是收藍頓 直接取代了Romeo的位置 就是羅美奧 奧利奧 羅美奧 走了 踢了收藍頓 很多年的正選 你都 真是很 蘇力的一個中場 現在19歲 他還年輕過Vega 18歲多 剛剛生日之前19歲 他攻守已經很平衡 無論是單房 或者是遮線 跟羅德鮑斯一個攻 羅德鮑斯多一點攻 他多一點手 鬥後的位置 路數 位置感 我看到這個 拉維牙已經很老練 他不會比蜜湯 一定比蜜湯 一定比蜜湯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刻 做一個拖後的中場 那些全控的基本功 都很紮實 始終萬成出品 是有一定的保證的 人家都清分 挑選人 清分的球探 清分的教練 他們成熟過萬聯很多 多數萬成清分出來 譬如今年二次買的集位 Poro Poro 其實也是萬成出品 新組 他們的波底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球員 如果可以買 都應該要出手 現在全球萬聯高層 是見了他的爸爸 可能這些小朋友 就是用爸爸來做自己的經理人 已經見過溝通過 如果修咸頓鋼班 經常都有人問我 那些鋼班球隊 買誰好 第一個 難道請給我買Lavia 這個真是一個 非常全能的下一代的中場 他的潛力 去不去到一個頂級中場 可能低過Vega 因為他踢球路 他扭盤上去的那些 就沒有那麼強 但是作為一個防衷 其實他足夠 不要那麼幻想 做到應該要做的事情 分球、攔截 放球出去快 所以這個球員 其實Progressive Pass 他都很擅長 第一個選擇他 我不會第一個選擇Waterpals 因為始終老一點 拉維亞是必須要買的 第三個中場 現在存在的有可能的目標 就是這位古蹟 古蹟比較冷滿 而且都不是什麼年輕的球員 但是 踢過利基 但其實沒什麼出過場 這位古蹟是26歲的 蔡爾維亞中場 馬迪 維迪的年輕的小輩 但其實現在都26歲 他比較簡單 我相信有些人是認識他的 剛剛那兩個人 可能名氣比較小 這個古蹟 現在在踢波圖 這兩三人在波圖 都一直是主力的 輪換著來踢 但是他踢得都算不錯 1.91的身高 大大健的 怎麼說呢 有點像馬迪 但是技術 視野未去到馬迪 那麼有卡士 但是分球那些其實都沒有問題 高空優勢很明顯 頂贏了整個中場 絕對比賽了 就是輝蘭尼的頭緒 他都不會差太遠 都有七八成的威脅 如果你買他 就可以成為卡士米露的一個 輪換的天然人算 他又不會要求打正算 但是他有一定的能力 卡士米露停賽受傷 打吉利時就可以直接用他 或者卡士米露踢的時候 你也可以個別場次用這個古蹟 搭著兩個方向 卡士米露上去多一點 卡士米露入球的能力也很高 所以如果真的買蜜湯 或者買費特 我不知道他想買誰 或者買不到沙碧沙 其實這個古蹟進來 都是一個不錯的 增強中場厚度的一個方案 我想這些球員 千多兩千萬應該可以的 他的身價真的不高 因為股價 好像只有九百萬歐元 所以就 雖然波桃是黑店 但黑極有抱 這些球員就兩千萬應該可以 跟韋賀斯要的差不多 中場這三個我相信 都是不錯的目標 也有機會可以做得到 但前鋒 就麻煩一點了 光卡路拉莫斯 這個就是 世界杯一鳴驚人的 葡萄牙前鋒 似乎現在存在 他跟自己求會的 賓菲加 俗約不是很順利 本身賓菲加 好像答應了他 幫他加一個 大幅度的加薪 但現在做不到 就說賓菲加的財政一般 所以就不能夠出得到 他想要的薪金 這個是一個協議 但你自己就不理行 這些球員 就不太喜歡這些 覺得可能球會騙了他 所以其實他 我想他會尋求來隊 但是波濤這間球會的風格 你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波濤 打錯了 賓菲加 是非常之難招他的 你看到柳莫斯 幾個賓菲加的球員 買出來的價錢都是很高的 我不認為他值這個價錢 如果是超過1億歐元 1.2億歐元這些價錢 一定不值 我認為他的實力是不足以踢櫻超 西架杯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他 一鳴驚人 很省鏡 但最近一直觀察著他 似乎他入球率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高 而且 你細心一點看這個球員 他的技術不是太好 只是那些 撞撞一下 跌跌一下 他只是這樣進去 可能是浦超的防守 可能是浦超的防守 不是太實 或者速度慢一點 所以你偏偏偏偏偏 你都能拐到進去 但來到英超 其實他一下子就被人收走 這件事 你訪問一下天母維拿 天母維拿 訪問一下劉卡古 我覺得如果劉卡古去浦超 他都會進30球 絕對進到 但是他在二甲 和現在英超都在困難 我覺得他的技術 和他的靈活性 是不足以在英超 即時會有作用 當然他很小 十九歲 但是 現在你買人 是需要職戰力的 你是年輕 但年輕你也要有職戰力 我相信他現在的戰鬥力 是不足以幫到我們太多 可能用一下 最後你會不用他 帶回後備 然後又是要推回福仔打正前 甚至蜜湯打正前 都不足以為 所以我真的不建議買他 如果要買中鋒 真的只有兩個人 是可以立刻提升到萬聯 明顯提升到 真的只有哈利簡尼和奧森汗 其他都沒有辦法幫得到 哈利簡尼不需要說 大家都熟了 墮後支點全能 除了速度之外 所有東西都頂級的 奧森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他現場的比賽 我專門看他的歐聯 這個球員 我自己覺得他在英超絕對會發揮到 但是身價很貴 即是1.2億 甚至吹到1.5億 歐聯都有 是不是去到這個價錢呢 不是的 我也覺得不是的 我之前說了紐尼斯 他去利物浦的時候 我說他1億歐聯的身價是不值的 或者最多4-5千萬 5-6千萬 這個奧森汗 我會高一點 7-8千萬 你如果7-8千萬買到他 絕對值的 因為他的速度是很快 真的很快 很能撞 雖然有一點點略嫌 他的技術是操之大力一點的 不是那種幼細的前鋒 你想像哈利簡尼一樣 教砲給手術刀的傳球是沒有的 但是夠用 因為他的速度射術也是一流 而且頭鎚也是一流 他1米8幾 不是很高 不是很橫 但他永遠頂球 也是頂贏的 預判很準 彈跳力很好 所以其實你作為一個前鋒 你不能夠要求更多 這個世界是不會存在 又快 又射術好 又頭鎚好 又支點作用 又一流 現金足壇是沒有的 真的沒有這個人 夏蘭特也沒有 組織能力 所以奧森翰我絕對覺得他不錯 但他會不會去到夏蘭特的程度 夏蘭特真的是暴力的 他真的很快 而且他的噸位更加強 奧森翰就沒有他那種噸位 做不到禁區小禁區的 一個泵開三四個的 一打一他可以的 一打三未必可以的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買不到哈利簡尼 我覺得他的能力追到他 七八千萬 但如果你最後給1.2億 你自己看看值不值 有時候現在的球員 都不超過賣 都沒什麼可能買得到 我自己的判斷就是這樣 如果真的覺得太貴 或者搶不到 現在不是等你搶 很多球隊都需要前鋒 如果你要投資未來 我就真的建議海龍 或者海蘭這個球員 我覺得比拉莫斯好 現在在踢阿特蘭大 那位的丹麥前鋒 有人說他是夏蘭特二世 我仔細看他的踢法 比夏蘭特的小 當然他有速度有新位 他的上限似乎高 比拉莫斯高 如果真的要投資四五千萬 五、六千萬 買未來的幼苗 我會推薦這個海龍 這兩個中場和前鋒 我相信都是我們未來曼聯的 重點位置 所以暫時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再有新的消息 或確實的消息 我會再跟大家說 4月2日再見 這幾天我就要拍一條會員片 看看會不會4月1日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前四球隊的賽程 或者少少的賽前分析 好嗎? 對著劉卡蘇那場播 下次再見 拜拜